欢迎收看小李说求 孙颖沙王曼玉遗憾出局为何无法参加亚洲杯 小李给你们解释一下 大家都知道最终亚洲杯的两个宝贵名额 没给国联邀请的孙颖沙 当然朱玉玲也去不了 最终是给了两个97年的双子星 王毅迪和陈兴桐 其实也是陈兴桐这个也是其实可以理解的 因为到现在的官宣呢 澳门这个陈兴桐去不了了 至于新乡能不能打还另一说 所以说这样一比的话 那可是2500几分 亚洲杯才500几分 而且夺冠难度呢也不小 所以说整体来说这个估计也算一个补偿 至于说为什么是王毅迪去呢 我觉得其实也不必再多争 因为马上要有后连续这一个月 要有三大比赛 对于沙沙曼玉来说 其实后面的话应该好好的进行身体恢复 还有可能今年年底还有拼超联赛 所以说不参加也没有什么遗憾的 未来还有N多机会去参加这个比赛吧 毕竟其实体力还是挺吃不消的 如果你连续打完这个 因为亚洲杯现在也很鸡肋 其实没毛大用 说实话 我觉得亚洲杯真的没毛大用 而且另外就是跟亚洲杯冠军挂钩的世界杯 已经没有了 是吧 已经没这玩意儿了 以前亚洲杯冠军是必须提名到 亚洲杯女单冠军 是提名世界杯的这个 他参赛资格的 那个资格肯定重要呀 那世界杯他们世界单打冠军 虽然是个水杯但现在并没有 今年今年并没有 去年也没有 好像以后就没有了 自从近两年改为WTT的以后 就因为有大满贯了吗 大满贯要比那个要强很多 所以说沙沙呢还要参加全景赛 是吧 这两战打完了呢 还要参加全景赛 无论是沙沙和曼玉在全景赛 他们应该会爆五项吧 女团是百分之百必须打的 女团女单是必打的 不打当什么游动员对吧 这就两项了 然后是女双 女双基本上也是必打的 然后是混双 对吧 这就是四项对吧 这可能就不是一个很小的体力消耗了 而且对于沙沙来说全景赛的也是重工之重 之前沙沙有全景赛的女团冠军吗 我记得好像是不是没有呢 我看一看啊 抱歉有啊 2019年是四项沙 20年是陈梦 然后18年是王曼玉 因为17年呢 是这个全运会是丁宁得的 然后21年为什么没有呢 全运会那年没有 然后是每年都有全景赛的 而且全景赛就各回各省 对于沙沙来说呢 肯定还是要拿这个全景赛女男冠军啊 女双冠军啊 女团冠啊 混双冠军最好都拿 其实大家还是想疑问的是这个女双和女团 女双和混双 就是双哪和双哪到底能不能跨城组合 这些东西 因为以前是跨城过的啊 但是每年的规则都都老变 所以说就是不一样 看一看吧 尤其如果混双的话 要是能变的话 他跟王大头合作其实还挺好 不能的话只能跟大胖合作 其实也还行 说到这里 咱们期待沙沙也好 还是曼玉也好 能够在全景赛呢 好好发挥 后面的这两场比赛呢 也好好发挥 虽然没有亚洲杯呢 但我觉得这三个一个国内赛两个这个国外 一个国内的赛两个WTT都需要更好的水平和体能 所以说打完之后休息休息也是很正常的 休息休息可能12月份还有平潮联赛 现场 好